还原八戒失踪原尾 这是怎么个情况 这师兄弟们都嗝这儿的 唯独少了咱们八戒呀 我来看 你还不明白吗 这一关要你找出凶手 凶器 动机 很明显 八戒已经死悄悄了 而凶手就藏在这画面里 好家伙 我说怎么一个个表情不对劲呢 今天有我侦探瓦卡在 一定能查个水落石戳 先来听一下他们的发言 你 这不看着人家干什么 出家人可不杀生 我来看 这唐僧毕竟是个和尚 应该干不出沙僧的事吧 感觉他的话还是可信的 有道理啊 那咱来听听咱们猴哥的 听说就你最喜欢七步八戒 我严重怀疑你有问题 我 我这两天 一直和老沙在一起呢 我不知道啊 猴哥你这个发言 那我你再问问沙僧了啊 你俩要是说的不一样 我可就直接确定猴哥是凶手了 你别看我 求你了 你别看我呀 我可是一直和猴哥在一起呢 诶 这 这两个互为证人 从去眼相上看凶手只有一个人 不可能还有帮手 所以猴哥和沙僧也没有嫌疑啊 哇 杀死宝宝了 既然这仨人都没问题 走破可能是这个白龙马吧 诶 哎呦 什么 漫古拉的武人不是我杀的 你别笑 哎呀 整话都说不利索 更别说有本事杀害八戒了 对对对 兄弟们 这案子有点难度啊 包括提取大家的帮助 麻烦大家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我可要邓达我的火眼金睛 咱们一起把凶手给找出来 加油 看来只能从场景里找找线索了 诶 唐僧这是压的个啥 这个是八戒的衣服 这一屋怎么会在唐僧这里 难道是大冬天实在太冷 唐僧为了抢八戒的衣服 把他给杀害了 搞笑吗你在 别叫辩了 唐僧 现在就你最有嫌疑 这个衣服就是冻尖 凶手是唐僧 至于凶器嘛 哎 有了 这地上还有一把刀 刀上有屋子 不用猜 肯定是八戒的血剑 嘿嘿 唐僧 这下你给我乖乖认罪吧 杀 真的太虚了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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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把它看 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大家还是把点赞换成下随定吧 感觉这个人特别愚疯 哎 别呀 这次是失误而已啊 这样吧 作为补偿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带我们去发送兔年 天下就会掉落小兔子特效 来 咱们赶紧一起召唤小兔子吧 有意思吗 刚刚咱们排除了一个嫌疑人 接下来让我再找找这场景里的线索啊 快看 这不是八戒的帽子吗 把帽子拿走里边有很多纸片 拼好后好像是八戒的留言 根据上面的话 八戒很有可能被人给吃了呀 可惜的是这个关键人物被涂黑了 看样子还得找找别的线索啊 看看这箱子里有啥 哎 一本书 捡起来看一下 没看错的话 这是一本食谱啊 其中方向猪脚饭还被标进了 我明白了 从八戒之前的留言可以得知 有人对八戒垂涎三尺 原来是想吃猪脚饭 所以才杀害了八戒 这书是从行李中找到的 这个行李一直都是沙僧管理 所以说这本食谱就是沙僧你的吧 会看怎么瞎说的长大变啊 而且地上这碎片也是在沙僧脚下 还有可能就是他撕碎后藏在帽子下面 没错 看来凶手就是沙僧 动机就是想吃猪脚饭 凶器应该就是这把菜刀 嘿嘿 像通过我的发言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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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沙僧 奇怪了 这凶手藏得也太深了吧 这背景里不会还藏着啥线索吧 哎 这不是八戒的武器吗 旁边还有白毛 等会儿 白龙马 难道是你 罚卡 人家白龙马是吃草的 猪脚饭这个动机完全对不上啊 也对啊 那让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隐藏线索 啥情况 居然吊起来一只猴子 好饱啊 还是老大好 带我们吃好吃的 好家伙 证人出现了 猴哥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他毁搬火呀 他在毁搬火呀 哈哈 别狡辩了 凶手就是你 凶器就是你身边的菜刀 至于动机应该是想喂饱这只小猴子吧 哎呀 我宣布案子轻松解决 你没完了吧 你 怎么回事 这四个都不是凶手 难道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线索吗 搜搜这试图三人的身看看 猴哥没问题 沙僧也没毛病 唐僧 来了 不是 你跟着谁呀 我师父呢 啊 我 我说我只是来偷家杀的 你信吗 好家伙 原来是黑熊精啊 这会儿一看就有问题 直接搜身 诶 有新线索了 黑熊精的爪子上有血剑 难道你才是真正的凶手 让我试试啊 凶手这里填黑熊精 凶器应该是他的爪子 动机想必就是想吃猪脚饭啦 哎呀 还真是你呀 黑熊精 猴哥 给我狠狠地揍他 你不做什么 哦 有什么 但是根本来无论